请收看惠律法师佛学讲座 你的另外男朋友女朋友假设说 而佛陀说这个叫做妄想 我们用恨的角度来说 所以你恨一个人 世尊教理你要好好地冷静一下 有没有这个人 这个人你把他头发剃掉 把他皮肤剥下来 看到经脉 看到你的肋脏 把心脏移开来 在阿汉经讲善关 就是把这个射身分开来关 刀子划下去 你会看到心脏肺脏肝脏 胰脏胃肠大肠小肠直肠 你会看到膀胱 再伸进去 你会看到骨头肌肉 死的时候 会烂 会长虫 很恶臭 这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执着的一个我 就是这副德性 吃东西下去 消化吸收 排泄出来 恶臭 你不敢面对它 你一定迷惑它 所以我今天来 不是来这里传教的 是来这里叫你认识自己的 传就是叫你认识自己 认识我们这颗心 错综复杂的烦恼心 你敢面对这个设身 去关照 而且很清楚 所以佛罗说 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 你错了 因为那个人 并不存在 阿罕经讲 不像在 不像在就是 你恨的对象 他本来就不存在 父母亲没有生他的时候 这个人根本没有来到这个世间 这个人 父母亲生他以后 来到这个世间 每一分每一秒 身体的细胞都在变化 而到最后 都会死亡 化作一堆白骨 当我妈妈往生 去火葬场 火化以后 拿出来 那个骨头 让这个修行人感触很大 我妈妈 很了不起 也很拼 因为以前的穷 吃了很多苦 拼死拼活 最后 拼出一堆骨头 这个就是真相 你不敢面对生命的真相 那么就是你注定一辈子都要痛苦 你不敢面对这个色身 你就永远不可能解脱 你不敢面对自己 这个色身是谁 我是谁呢 冷静一下 我们每天执着的这个 不清静的色身 误认为自己 他到底是谁 既然是我 为什么他会病 会老 会死 会变成一堆骨头 后来这堆骨头 只有价值两块八 我们把骨头化成灰烬 变成营养分 去种树 拿去种树 碳酸 磷钙 等等这些元素价值 实在的话 那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的问题 是看谁能够提早觉悟 提早觉悟啊 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 是偶尔 同学吗 唱唱歌 跳舞我是不会啊 看看电影 我们冷静一下 唱歌 跳舞是为什么 是为了 快乐 那你要唱到什么时候 那个快乐 跟幸福 才唱得出来呢 要唱到什么时候呢 那你现在一直跳舞 要跳多久 那到底要跳多久呢 是要跳到骨头绕着 那个快乐才跳得出来吗 我不是说否定唱歌 也不是说否定跳舞 唱歌跳舞的确会带来给我们一些快乐 但是 那个是撒纳 是生命 是变化的东西 所以 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维 生命是什么 生命的真相是什么 哦 后来学佛了 知道 幸福快乐 来自一颗智慧的心 幸福快乐 来自一颗 知足的心 幸福快乐 来自一颗 安详的心 幸福快乐 来自一颗 解脱的心 幸福快乐 来自一颗 拥有真理的心